我老家 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个啥呀 还有我爸我妈 你就不能为他们想一点 他们为了那些木耳 红松果林 林蛙 一年一年的心情耕耘 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 这些在你眼里啥都不是了吗 在你伟大的城市梦想面前 就一钱不值了吗 你还有啥招都使出来 但有一样你冲着我来 别祸害我爸我妈 孙杨 你混蛋 你给我滚 你记住了 我钱小元做啥梦都跟你没关系 跟你家更没半点关系 我最后天见了 你也让你元不值得 那么多好 你怎么过来 你那一条 我来你 那我们可以 啊 今天的事兒辦點 哥配合很默契 待會兒拿出來上次存的好酒 再加上幾個三號的拿手菜 拿著去 這就對了 要去 他長得挺熱鬧的 來來來 好 葉蛋館 過來點菜 他長得挺熱鬧的 這個上回有存的好酒 再給我們整幾個三號的拿手好菜 再來一盤醬燜泥酒 調大哥的多擱點醬 大哥 吃飯就吃飯嘛整個弄菜幹啥 我們兩個此刻有美好的心情 自然要配一點美味佳養 對 把賬算了 那賬他早晚肯定得解 你放心 你看我們這飯還沒吃上 哪有先結賬呢 你這不開玩笑呢 這也走遍全國也沒這規矩 對呀 大哥你不知道 他之前那賬還沒解呢 是不是 你把前面那賬結了 以後咋說都行 大哥你回頭看看門外 停的是啥 我把車壓在他那 對吧 車壓在他兜裡 就我那車得值多少錢呢 是吧 隨隨便便能換他四五個大酒店吧 對吧 我隨便卸個車骨頭 在這兒都吃一兩個月 我就吃點黃瓜茄子的 你還怕我跑了是咋的 曹你那挺自然的 我沒見到一個大老闆 拿車骨頭廚吃飯去 再說你這車 停我門口耽誤我生意 刮著碰著算誰的 你趕緊給我開走 這話說的就不對了 誰家開大酒店 門口停的車越多 說明這家的菜越好吃 生意越好 對吧 對呀 那門口要不停車 你這飯店生意 那能火嗎 我就把車停這兒 刮了碰了 算我的 再說啊 不是不願意跟你布結帳 我跟你講 我出門都是不帶現金 一般全帶卡 你不能因為我現在只有卡 你就把我倆卡在外邊 你現在要是有泡司機呢 可以泡一下 好嗎 有卡可以呀 你上取管機取出來 我就想看現金 是大老闆是個手 趕緊把賬給你結了 是我這 那麼有錢老欠人家小店的錢呢 葉三哥 好意思嗎 是你放心我抽空就去 我說葉三哥說 你說這話的意思 你是不是我們倆沒有現金 就做不了這個桌了 是不是 大哥跟你沒關係 半多兒別指成了 三好 三好 你找三好可好呀 吃頓飯要你三好給他花錢呢 這傻話呢 我是他哥哥呀 我就想問問三好 能不能請他哥哥吃頓飯 那你還讓他請啊 我請你不就完了嗎 這不就對了嘛 所以說葉三哥你這確實還行是吧 這當然這帳也可以記我身上 對你還記他身上吧 那個再來一盤鍋包肉 鍋包肉 今天能有這菜嗎 怎麼有呢 我這店啥菜沒有 只要你請客 天日飛的地下跑的 水裡覆的草棵蹦的 要啥吧隨便點 不不不不用這麼多 夠吃就行是吧 錢老闆 我們這還有個小樂隊相當厲害 是否點個曲啊 曲就別造人鬧騰 別的啊 咱倆今天高興啊 咱得做出性 必須做個曲 不覺得鬧騰嗎 鬧啥鬧啊 大老闆 吃飯得點個曲 那曲一半就該多 現在農民也有情調 檔次也上了啦 那個春江 給錢老闆做個曲 你叫啥人家 好 記他身上啊 記他站上啊 揍一手就行啊 我還談事呢 上菜上菜來 還有大鍋炖沒啊 回來了啊 見著小玄了 她咋說的 爸媽 你快說呀 那承包地啊 和林瓦溝 他們要收就收吧 沒了就沒了 就當土耿根子清靜 那那怎麼行啊 那林瓦溝收就收了 那墨爾基地 是咱家的命根子 那這這這 咱家全靠它呢 那墨爾基地 在找地方見唄 咱家那墨爾 在鎮上數一數二的 在哪兒不一樣重啊 你說得倒輕輕 我 不 憑啥說收就收啊 那是咱家的地 咱是給了租金的 小玄咋說的 他不能像他爸一樣 不講理吧 你要是說不下來 我就找他去 我就 我求他還不成嗎 你別去 求他幹啥呀 就算啥都沒了 我一養得起你倆 那不是那回事 我先進屋了 你說這孫陽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肯定是跟晓杨为谈好的呗 这是又吵吵了 你说我也不愿意让孙杨老夫婉啊 这将来结婚不得让媳妇压一头啊 要不我找晓杨说说去 那孙杨不是不让去吗 她那是气话 晓杨是咱看着长大的 她不是那不讲理的孩子 就收递这事吧 一定不是她的主意 咱俩两口去求求她 让她跟她爸好好说说 我觉得她不能不给咱俩面子 你说呢 我也觉得晓杨苦亏那样啊 要不这样咱俩去一下 我看行 晓杨 你出来一下 晓杨来了 进来呀 叔叔 不了 我有话想单独跟她谈谈 晓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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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啥意思啊 我来我是想跟你说 我不是赌气 我更不是危险 反正我是想清楚了 咱俩真不合适 我看还是分了吗 好 你说的对 我也想明白了 你想分就分嘛 晓杨啊 晓杨啊 你等等 晓杨 晓杨于晓杨啊 晓杨啊 替他扶个软 你原谅他 再给他一次机会行不 小儿啊 那孙杨就那德性 你说一会儿我收拾他 你别生气了啊 说 善儿 我知道你俩想说啥 那个这个承包弟的事 我也是才知道 我爸这么做呀 是他的不对 我替他向你俩道歉 还有 这个事我跟我妈肯定会管 绝对不可能让他胡来 你们俩放心 叔 我先走了 叔叔 叔叔啊 你这 你再坐会儿吧 叔杨啊 叔杨 花不花钱都不重要 是吧 重要的是今天这酒喝的 感觉 感觉不错 是吧 花家把夜上锅给喝的 小脸都给喝抽了 是 你说我车丫头那是吧 我也带着卡呢 就是卡又刷不了 你说寄个让不愿意 这人太抠躬 叔叔叔 干 咋呀 元儿 元儿 你这是瞪我呢 还是瞪你爸呢 不是 我看小元儿的眼神 主要是瞪你 不不不不 不不 这个眼神 是瞪你这面多 不不 你这眼 咱俩后边还有人啊 哦 没 不是 小元儿你是来迎接我们俩呀 我接你干啥 你自己干啥好事 你自己不知道啊 这么多年不回来 一回来就四处瞎搅和 你非得把我们家弄得鸡飞狗跳 你才高兴是不 元儿 那怎么跟你们爸说话呢 就是 小元儿 你要是觉得我瞎搅和 你告诉我脚在哪儿了 我可以调整 那你为啥要为难 人家孙杨他爸妈 还要收人家的承包地 这什么为难 那块地 是你爸我的 我收回来天经地义 是吧 大哥 对 再说了 谁让那小子 他欺负你来着 是不是 我必须给你出这口气 你听那孩子起的名字 孙杨 是吧 这一天到晚装孙子 我绝不能让他养起来 是不是 他欺负欺负我的 我让你踢我出头了 小元儿啊 你得听爸说一句 你是我闺女 你的事呢就是我的事 我们呢 我们呢是当父母 你跟前进是当儿女 是吧 不由于歌唱的好吗 父亲是儿登天地体 父亲是拉车的牛 父忘不了什么 出台蛋饭 就是什么一杯老酒 是吧 这酒精事儿有点大啊 但是就说你受欺负了 你当爸的不能不管 是吧 必须给你出气 你说得倒好听 你啥时候有个爸样啊 这么多年你经过一个 父亲的责任吗 你现在回来了 说这对我好 那是为了我 你早干啥去了这些年 钱半多 我告诉你 在我心里 我从来就没有一个 你这样的爸 哎呀 不是 这孩子 隔着这么多年了 我还头一次看着 发这么大脾气啊 那 那承包地咱还收不收了 承包地 干啥呢 你 谁让你收这承包地 这是做欠妥 是吧 这这这 大哥你得好好考虑考虑 我 我也考虑一下吧 啊 是吧 不是 哎呀 好 嗯 你快点 子央你看那个 这山泉水可太清凉了 你说咱老白山是不是人间仙境 这城里人得多羡慕咱们啊 子央你看 老白山树王是不是在那个方向啊 咋的啊 你也想像咱村老奶奶一样去拜书王啊 没看出来你 你还挺迷信的 谁说要去拜了 我就是去看看 我去拉倒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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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 走吧 听说咱老白山树王求某件事情特别准 知道是什么吗 这你都不知道 你还是不是咱老白山雪村的人呢 老人们常说 树王是咱老白山的山神 老白山寓意着白头偕老 所以向树王求姻缘特别准 如果两个相爱的人 一起向树王取愿的话 就定能修成正果 我说你为什么非得拉我来看树王呢 谁非得拉你来了 你就会挤的我 还不是你拉我来的 不行 是我拉你来的 是我想跟你白头鞋老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小元 咱俩一起向树王取愿吧 来 这回我心里可踏实了 钱小元 你终于被我套牢了 以后可不许对我有外心了啊 这老白山树王可都看着你 对啊 所以你以后也不许欺负我了 树王替我看着你呢 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啊 我哪敢哪 你从小就欺负我你忘了 你当着树王的面 你可不许撒谎 我呢都是爱的表现 是吗 说明我从小心里就有你了 是吗 嗯 爱的表现 嗯 那你也让我表现表现呗 追不上了追不上了 让我表现表现 好 我跟孙杨分手了 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既然已经分手了 从今以后她喜欢谁 谁又喜欢她 都是她自己的事了 跟我没关系 但是她也知道她的事了 我对她的事是很严重 对吧 好 我都没有想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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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想到她 我都没有想到她 你不想到她 我怎么想到她 我都没有想到她 我都没有想到她 咱们 我都没有想到她 早 早 早 你这 这 发啥浪了 一个人静静 装目点事 我这酒也醒得差不多了 这一醒酒啊 我也在琢磨事 你没来之前呢 小元那番话呀 我现在琢磨琢磨 对我触动挺大的 我越琢磨啊 越觉得对不住你娘俩 四号 不行的话你骂我一顿 你打我一顿也行 行吗 你疯了吧 我打你干啥呀 如果咱两个人要是不离婚 小元就不会说出这番话 她受的委屈啊 也不会这么当 行了 这不多少年前的事了 还犯出来说 以前的事啊 都过去了 该放下的都放下吧 别老提了 关键是我是不是放不下 我以为啊 离婚结婚是咱们两个的事 谁知道 在小元的心里有这么大的阴影啊 是我不对 没尽到当父亲的责任 都怨我 我以前一直以为 我做的选择都是为了孩子们好 可反而伤害她们 小元也好 前进也好 我一个都没照顾好 我是个不称职的吗 别别别 你别这么说 犯错我的生活啊 我对你们娘俩有亏限 如果咱俩不离婚的话 怎么能这样 我对不起小元 我也对不起你 行了 万多 你别老这么想 你没有对不起我 以前的事啊 说再多也没有用 你改变不了什么 还是想想以后吧 对 咱得多想想以后 怎么样小元才能原谅我 我又能为小元做点什么呢 你要是真为小元好 就别打孙家承包弟的主意 也别找老孙家麻烦 三号 你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啊 我考虑考虑 行行 你 你喝杯水吧 你自己喝吧 你看你喝弄多酒 行 没事我再懂 对 你说的事我考虑考虑啊 你以后会思考虑 你 Arctic復兵 去哪里 那有什么地方 你多吃太多了 我说什么 我让你 facial 你看你 小蕾 你眼神大了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 别再怪你爸了 妈 我不想说 她背叛你了 还抛弃我们母女俩 咋就能这么轻易地原谅她呢 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反正我是做不到 其实当年啊 是我提出来离婚的 不能算是她抛弃我们 而且 也不是她一个人的错 我也对不住她的地方 当时我们离婚 就是想尽快结束我们之间的苦恼 没有考虑到你跟前进的感受 我当时就想着 我把我的爱全部都给你就够了 但是我忽略了 你对你爸的感情 要说错 都是我的错 是妈对不住你 让你心里结了疙瘩 妈 怎么能是你的错呢 虽然我那时候小 但是我能记住 我哪有多嫌弃我 她看我跟前进的眼神都不一样 你跟我爸离婚的那段时间 我乃每天都在说 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她说都是因为我 才导致你们离婚的 向远 不是那样的 真的不是这样 现在我知道了 确实不是因为我 但是她对我对你的伤害 我永远都忘不了 妈 你就别替他们说话了 就算你原谅她 我也原谅不了 我不是替你爸说话 我是为了你 我们上一代人的事情啊 跟你还有前进没有关系 你们有自己的生活 不能老活在我们的阴影里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你心里扎根刺活着 人啊 要是老带着怨恨生活 那夫妻可就全跑了 妈最想看到的 就是你能阳光一点 你能过得好 你能幸福快乐地生活 我知道嘛 但是我只有这样 我心里才能痛快一点 老师在家待着啊 不许出门 你来点了 好 便宜来给了 我给你帮你帮我一拿这个 你不要走 别的 我就跟你只话 不许出门 你都不知道 四杨哥你搁这干啥呢 我没事 我吹吹风 换换脑子 你有事啊 没事 我路过 二楠 我有话想跟你说 什么话呀 你说吧 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个小妹妹 我愿意照顾你 保护你 不管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来找我 就像清哥对亲妹子那样 你明白吗 我那天说的话吓着你了吧 我那说的都是气话 谁让他们胡乱造谣的 我气不过我才那么说的 四杨哥你可千万别当真 二楠 你哭了 你别哭啊 你别哭啊 你这样我 我老婆做的饭最好吃了 我愿意吃 二楠怎么没来送饭了呀 一大早就跑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上哪儿了 我到干啥去了 你不好好管一管 一个丫头骗了四处也 也不想丢人哪 你知道村里山怎么传他的闲话吗 我这个村长脸都不到望哪儿搁了 你光说我 你咋不管呢 你没有责任哪 再说了 那么大个姑娘我怎么管 又不是条狗 我整天给她拴个链子拴着 这俩姑娘没有一个省心的 老姑娘说我接电话 老白这儿雪村 罗副镇长 罗副镇长 有空有空 您说 也没什么 就是上次你跟我提过 你们村要投资一个大的项目 这时候进展就怎么样了 我知道有困难 那些我们当干部的 有困难更要上 罗副镇长 我们一定会赢着困难上的 努力完成指标 我知道 你给两任主任当过副手 你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我相信 你一定能带领好老白山雪村 我等着看你的好成绩 谢谢 谢谢 我们一定尽快开展工作 然后我向您回报 好 再见 再见 我的天哪 咋的了这是 又出啥事了 这个罗副镇长呗 听风就是雨 上次我跟他说了一嘴 钱满多投资项目的事 这还没谱着 管管要结果 哪儿那么容易啊 这个投资投资 就是从别人兜里掏钱 知道吗 那你怪谁呀 拔下没撇的事 早早上领导那儿吹牛 我为啥呀 我不说是为了换届的时候 能名正言顺 当这个村主任吗 整天被他们叫的个代理主任 代理主任叫得我心烦 我这点儿也够背的了 偏赶上咱们村丢了第一这个时候 把我推到代理村主任这个位置 本来得胜大哥到任了 轮也该轮到我了 这下可好 招生引字完不成的话 比如说主任的 我这个副主任都保不住了 不是 你 你怎么不着急呢 你就不怕我下来 给你爹这个老村长丢脸了 不行 不行 我不能坐等 我得行动起来 说干就干 不是 你干啥去呀 你剩哪儿行动得先把饭吃的 womp 也就啦 我眼睛尽灰了 你看今天风多大 踏踏了 四片哥 你还真心呢 我跟你开玩笑呢 眼睛真尽灰了 没事吧 我帮你看看 没事 我看 没事吧 没事 我没事 我帮你看看 没事 孙杨哥 好 别动啊 别动 孙杨哥 我没事 这边 这边 别动啊 别动 你勾三勾四 没事就好啊 我去记着回家记着用 用清水冲一冲眼去 你干嘛呢 你们俩 别动啊 你干什么 我出了 这可是我的出文 出什么出 你胡说八道侠呢 就是你从那边跑下来的 你 你还是小流氓啊 行了行了 我才是女流氓呢 你个隐瞒人 你还我出文你 你少说两句吧你 谁不是出文呢 我 我今天要不叫紧叫紧你 孙杨哥 干嘛 他耍流氓 行了 行了 今天我要是不送死 孙杨哥 你俩刚才干的事 我可都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了你俩 行了行了行了 你俩怎么解释 你对不起我姐 行你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等着你孙杨 你胡说什么呢你 你敢说还不让人说了是吧 你先对不起我姐 还跟她勾三大四的 你说你是瞎吧你 你放了我姐 那么大个美女你不要 你喜欢这种恐龙 别人是胡说 我看你们俩就是一对流氓 怎么着 敢说不让人说呀 怎么着怎么着 我 我看你想怎么着 行了行了行了 我今天到底在了我 你等着 你马上我等着 你还敢胡说八道叫造影 四圆哥 今天我要不教训教训带我 行了行了二男 咱俩问起无愧 让他说去呗 不行 你给我等着 你俩体得饿 你来 你教训我 回来 你教训我呀 你别跑 臭前进 你别跑 杜莱 你别睡了 我就当被眼包眼口给啃了 知道吗 你还敢说 今天我要不教训教训你 我就不进账 油门你最让我再说了 不要 来来来 来 大哥 哥 快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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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你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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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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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要打前进 你也不能拿这么细的树枣是吧 那能疼吗 给他按摩呢 也跟你不懂 你有本身 别往哥身后躲啊 来 不是不是 臭刘莱 不是不是 你在轮到我呀 慢 慢 慢点 怎么了 怎么了 有话好好说 这怎么动起手来了 怎么了 大舅妈 齐龙哥 他刚才在河边勾搭孙杨 全让我看见了 他现在想杀人灭口 没有 你和孙杨 你 你咋张嘴就当造谣呢 谁造谣了 我这句我都拍下来了 到底咋回事啊 你们看 大舅妈你看 你过来看 大舅妈你别听着说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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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是不是他俩 你再造谣 是不是 我 哥 你快来着呢 他已经疯了 妈妈妈 你妈你俩 臭流氓你别跑 你没事了妈 咋没事呢 往外掰 好嘞 笑啥呀 妈呀 就你现在这发型 挂在咱发廊门口 那就是咱发廊那招牌呀 你看看 这个死丫头 把我大星早上画一个多小时 整的头彻底给我整乱了 是不是 我发现了 他们老挣得一家疯的 张二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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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头头还没卷完呢 这都是啥情况呀 怎么不追了你啊 来 你出来 你进来进来 你出来 我告诉你 我姐就在屋里头呢 有本事 你上她那儿闹劝你 我警告你啊 你别无事生非 我和孙杨哥啥事也没有 你要是敢造谣 我饶不了你 你饶不了我能怎么着 你有能耐 你跟我上我姐那儿说去啊 说说你刚跟孙杨在河边 都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啊 你也太欺负人了你 张二楠 你个疯丫头 没人管得了你了是不是 你把我头弄成这样 您想咋的呀 你给我回来 干啥呢前进 骂骂事事的 我躲疯狗呢我 疯狗 哪有疯狗啊 前进你别去了 咋跑了已经跑了 前进 你和二楠到底闹啥呢 你把刚才那照片拿来 再让我看看 我没看清楚 没有没有没有 前进 你跟二楠又咋了 没事前进你别问了 别问了没事没事没事 是吧 袁儿啊 是这么回事 前进看见二楠和孙杨 在河边约会了 还拍了照片 正好你把这照片 直接让你姐看过 不就得了吗 不是 什么照片啊 我看吗 头上我头上 早晚上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让大家瞅瞅 马途你 姐 这啥啊 孙杨他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你把它忘了吧 咱们在城里 再找个好的 好不好 有的是 这是人吗这是 可不可以 什么玩意这是 我跟你说小元 这 闺女你看一下子 这是什么玩意 妇人执事你看没有 这什么玩意这是 我说了她的事跟我没关系 小元 她这孩子 这孩子 这咋没 这咋的事 是你拍的 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是吧 你确定 这俩孩子不是在摆拍 或者叫像啥的 是吧 我亲眼看见的 我亲自拍的 还能够讲 什么摆拍啊 一直闹着呢 这抱头子个号成什么样了 二男跑了 你们都先冷静一下 这事到底咋回事 还不一定呢 这能冷静吗 你看看来 三豪啊 我说什么来着 你现在还替孙杨说好话呢 人家已经把你姑娘坑了 你知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傻呀你 这回啊 这证据都有了啊 这回我看见老孙女两口子 还能说啥 满多儿 走 找他去 等等 等等 必须找他去 绝不能饶了他们 是可人 孰不可人 三豪 这回我找他 你别拦着我 好吗 人家三豪不愿意得罪人 是老好人 怕丢面子 不 我不怕丢面子 我不怕小事 我必须让老孙女 把承包地还回来 对 让他把地给倒出来 让他滚 滚蛋 走 行了行了 你俩这事 干吗呢 这孩子事是孩子事 地是地的事 你能不能不搅和到一块啊 什么叫搅和呀 你放心 我只能不能让老孙女 好过去完了 不管孙杨有没有错 跟他爸妈没关系啊 您不能借题发挥 这地你都租给人家了 钱也收了 你们现在说不租就不租啊 那人家一家子人咋办呢 爱咋办咋办 把地给我们倒出来 赶紧给我走赢知道不 他这些年指咱家那块地 他赚多少钱呢 你也不是不知道 咱家得吃多大亏 人家挣多少钱是人家的本事 跟你有啥关系 你合同都签了 那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 租多少年 每年多少钱 是不是 都写得清清楚楚 你们现在看人家赚钱了眼红 你就不想租给人家了 想单方面撕毁合同 太不地道了 行了三好 你是好心 人家领情吗 我绝不能让她 把我闺女欺负成这样 你这照片 我已经发到我的微信里了 我去到先给她看这 走 走 下话别说 走 走 走 不信了 再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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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冷暖岁月从井边流走 爱寒里已经满多少惆怅 再偷望月亮一头思绪长 怎能留住你笑里的花香 途径的月亮在心眼里在心上 多少苦涩都散成了星光 多少夜晚都和月亮相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